首先,我们是不是要先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8月15号的这个直播呢 我是不是要做一件事情 1N它消费了这个东西 所以就把1N,然后复制它,然后贴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呢,我是不是要选到这个之后 选到这个之后呢,从这个选到这边 从这个选到这个地方 然后复制它,然后贴到什么地方 贴到这边,做一下 例如说,我现在是不是,我从这个开始做好了 这是I,I这里面是不是空白 空白我应该就不用做嘛,对不对 不然浪费时间 好,那这个应该也不用做 这个也不用做 除非不用做的意思,是不是也要往下跳一格 就算说它是空白 我们要想办法去做往下跳一格 会不会做往下跳一格 就是等一下你录制那个时候 记得方向叫往下 你就会知道,哦,什么叫做往下跳一格 然后接下来到这个的时候呢 有资料内容,我是不是就做复制 复制 复制了以后呢,接下来我就到data这边 直接做贴上 贴完之后呢,我就往右移动一格 然后接下来回到这个直播这边 然后这一格嘛 这个是不是要往左边选 从c5选到这,就是说我现在在这一格 我就要从这个地方选到这个地方 所以复制,然后贴到data这边贴上 那这个动作,我们把它录制起来 这就是整个I栏要做的事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啊 那如果有J栏呢 是不是J栏也要做一次 K栏是不是也要做一次 反正你有10栏,你就要做10次 因为如果它的产品有10件 你是不是有可能后面会跟着10个消费者 10个要去团购 要去买这件衣服的人 可以吗 好,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看 第一件事情怎么做咯 首先,我必须要想办法去整理清测 就是购买的清测 谁买了什么东西,然后买了几件要多少钱 类似这样子的内容 所以呢,怎么做 在这个地方,我们先做最简单的一件事 假设这一格里面有资料好了 假设这里面有一个叫做test资料好了 就是有一个叫做test这一个人 他去购买,然后买这个东西 好,那在这个地方呢 他也很贴心 假如说这个人他买两件 所以他就会在这边出现两次的test 他的意思就是一个人 就是当他写加1的时候 他就是买一件 当他买加2的时候 这边你就要出现两次test 还有我们的第一次 我们的第一次 46 其实 这次 最后